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其实这个jpej它其实是一种编码压缩的一种方式 编码压缩的方式 它是属于我们混合编码里面的一个静态图像的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说jpej它的编码的整个步骤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还是要对它进行dct变换 因为我们之前在我们总数中已经看到 jpej它是一个有损的压缩编码 而且是一个我们把它归到混合压缩编码当中 所以混合编码当中当然是会有有损和无损共同参与的 那么它的第一步呢我们说是由有损来进行参与的 有损里面我们用到的是我们的dct离散余旋变换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八成八的一个图片 各位可以看到屏幕 那么我们经过dct变换以后呢 变成一个dct的细数矩阵 dct细数矩阵 至于中间如何从左边的图片像素的这个数据 到我们右边的dct细数矩阵 这个呢是由专门的公式有的 而且网上的很多 大家呢可以进行下载去学习 其实我们这里面呢 更重要的是给大家传授一种步骤啊 传授一种步骤 至于具体的计算呢 我们下来呢 各位同学进行一些网上的查找 非常非常容易啊 就是把每个像素的值带到这个公式里面 并且把这个像素值所对应的坐标值带进去以后呢 就会生成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右边的dct细数矩阵 那么从像素到dct细数矩阵呢 我们说其实就有了一定的数据的删减 因为我们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在右边的这个dct细数呀 我们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啊 后一位 其实在真正真正的情况下 我们是有些时候呢是除不尽的 它是一个呃 无理数啊 这个小数点是无穷多的 小数点后面的数据呢是无穷多的 那么其实这种无穷多的数据呢 我们都应该进行保留 这样呢才能达到无损的目的 而此时呢我们只是对它进行了小数点一位的保存 所以这一步呢就能够反映出来 我们这个jpg啊 它是一种有损压缩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步 第二步呢我们节dct矩阵呢 我们通过一个量化表 生成了所谓的量化后的dct系数矩阵 各位看 在我们这个量化表生成量化后的dct系数矩阵时呢 我们其实也是在进行了一个小数点以后呢 我们都把它进行了一个删减啊 我们用四舌五入也好 或者或者是五舌六入也好啊 我们总之呢把小数点以后的数据呢 进行了一个删减啊 进行了一个删减 那么这一步呢我们还是进行了有损的一个处理啊 有损处理 那么各位同学呢我们再注意一点 再注意一点 从我们的系数dct系数矩阵 到我们量化后的dct系数矩阵 各位可以看到量化后的dct系数矩阵呢 左上角的数据呢相对来说比较大 而右下角的数据呢几乎都为零 那么这个是怎么而来的呢 我们看一下dct系数矩阵 dct系数矩阵本身它的左上角的数据呢 就相对于右下角的数据呢 绝对值呢就比较大啊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看一下量化表 量化表呢我们说左上角的数据 比右下角的数据要小很多啊 那么最后的量化后的dct系数矩阵是怎么来的呢 是用我们的dct系数去除以我们的量化表 最后取一个整数啊 取一个整数绝对值的整数 那么这里头我们就想到了 本身左边的在除以前 在除以前我们左边的数据 左上角的数据就比较大 而除的这个除数呢我们说有比较小 所以大的数据去除以小的数据 最后出来的结果呢一定是大的 而本身我们右下角本身它就小 再除以一个比较大的数据 它呢最后的结果呢就更小 那么我们其实想达到的结果 就是让它小到一定程度 最终的目的是让它最后根据我们的这个绝对值和我们的取整 让它更多的去出现零啊 去出现零 那么为什么要出现零呢 这个之前我们在无损压缩编码里头 跟各位已经说过一个编码叫做形成编码 是不是它形成编码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把大片的同样的数据进行一个数 数一下比如十个零 那么我们就十然后零 这样呢就可以进行个表达 那么我们说洁辟一质啊 它就是一种混合的 此时此刻我们走到这一步呢 是这个有损的 那么后续呢我们这些零怎么怎么处理呢 就是用形成编码进行一个处理 一数比如说有六十个零啊 有六十个零 那么我们只用六十零这样呢就代替了啊就代替了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说DCT 它的这个从我们的光强像素值到我们的DCT系数矩阵 由我们的DCT系数矩阵 再到我们的量化后的DCT系数矩阵 这里面呢其实它是都是有目的的啊 最终的目的是要打第一步是要从低频到高频的这样一个分布 第二步就是从我们的要尽量多的去创造更多的相同的数据啊 这个零呢就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这个相同的数据啊 最后呢我们这就是我们的DCT系数矩阵和我们的量化系数 在这样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它能够起到的一些潜在的 我们说有目的的这样一个作用啊 然后呢捷PG的压缩方法呢 我们说把DCT量化后的DCT系数矩阵呢 经过Z字形的编码 也就是像一条蛇样子的把它抽取出来啊 抽取出来 那么第一位当然是我们的第一频系数 或者叫我们的DC系数 而后63位呢是我们的AC系数 63位是我们的AC系数 然后呢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分别对DC系数和AC系数呢 进行一个编码 那么DC系数呢怎么样做呢 DC系数啊 它是反映了我们8乘8块 这一个块数字图像 它所能够达到的一个平均的一个亮度 也就是它实际上是我们这幅8乘8图像的一个头 一个领导 那么我们呢 这些一般情况下 相邻的这个8乘8的块啊 它的这个数字图像的这个所谓的亮度 或者说它整个的这个能量的水平 或者说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数字图像的这个内容啊 其实相差是很小的 各位同学 其实大家用手机看这个视频 或者是用电脑看 我们这个电脑的这个像素值啊 现在达到了很高的一个像素值 其实你如果要是用8乘8 把这个勾出来的话 其实是在我们屏幕上 是很小的很小很小的一块区域 所以这个8乘8和8乘8 它们两个很小很小的区域的相邻的这些区域啊 其实它们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种差不多 最后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DC系数 提取出来的DC系数也差不多啊 也差不多 那么这种出来的相邻块的DC系数 本身如果相差值很小的话 那么整个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我们就很好啊 就很就就应该说是很好 因为说应该说我们是可以有利用价值的 怎么用 我们进行一个差分的编码 就是把相邻的这个DCT的系数啊 进行一些相差的这种 相差的一个处理 那么我们说 它们本身就很接近 其实最后 它跟它 其实就是比如说 每个像素值 它每个像素块的DC系数 都相差一个1 前后都差不了一个1 那么我们把它进行减以后 减出来以后 也就是差分编码以后 是不是最后出来的结果 都是1啊 就是简单的 我们认为它都是1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 又是一些相同的数据 或者是一些比较接近的数据 然后再用这些实际值 和我们减出来这个预测的差值 对它进行这个霍夫曼编码 霍夫曼编码 这个呢 为什么要用霍夫曼编码呢 因为差值本身呀 它其实还是不像形声编码里头的 数据是非常一样的 数据非常一样的 此时此刻呢 我们说出现 用出现频率这样来 来去进行编码 进行无损压缩编码 更加合适 这个同学们在这里呢 稍微的记一下 那么剩下的呢 剩下就是我们的AC系数 AC系数此时此刻的处理呢 我想就非常容易 因为AC系数呢 几乎都是为零的 所以我们用这种形成编码 就可以去进行这个很有效的 这种无损的压缩啊 无损的压缩 这样呢 我们看编码前 是这么长长的一块数字 到我们后续呢 就会用几 下面几个简单的数字呢 就可以代表此时这么长的一段数字 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头 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核心点 我们再总结一下 就是DCT系数啊 要把所有的八成八的相邻 相邻的这个DC系数啊 整个把它抽出来 重新组合成一个集体 那么这个集体呢 由于它相差非常小 所以呢我们用 插分编码和霍夫曼编码 进行无损压缩 而每一个块 八成八的块 它都有63个AC系数 那么我们对每一个块 再进行一些单独的处理 那么处理的这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无损压缩编码里面的 形成编码啊 形成编码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结Pz的步骤 我们来看一下补充 补充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DCT系数 在变化以前啊 我们要进行彩色模式的转换 也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 空间颜色空间模式 我们DCT系数的 转换的这个空间呀 是在YCR和CB 来模式下进行的 可能有些同学认为 这个YCRCB 我们之前没有讲过 实际上YCRCB啊 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YUV 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在黑白电视 可以输入彩色的这个信号 也就是彩色信号 最后用黑白电视看出来的那个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 就是那个颜色空间模式啊 就是我们的YUV YUV亮度和一个色差 亮度呢就是我们的Y 而我们的色差呢 CR和CB来进行一个表示 它们和这个红绿蓝的转换公式呢 各位呢可以看到我们PPT当中的这个 它们中间呢 是可以进行这样一种转换的啊 这样一种转换的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的编码过程呢 就是由我们的红绿蓝 我们默认为一个彩色图片 它是由红绿蓝这种颜色模式 那么红绿蓝颜色模式 经过颜色模式转换 变成YCRCB或者YUV 然后呢对Y分量 U分量和V分量 分别进行DCT变换 生成低中和高频系数 然后呢我们对低频系数 和中高频系数呢 进行分开的这样一个处理 分开的处理 那么当然整个的DCT怎么处理呢 就是用我们的量化 和我们的霍夫曼 和我们的形成编码等等 这一系列的有损和无损的编码 量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有损的啊 它处于一个很大的值 所谓的左上角处于一个小值 右下角处于一个大值 所谓的这种不公平的这种处法 和我们最后取整啊 小数点一位 以后保留小数点一位 或者是后续的取整 这些都是在量化过程中完成的 这个呢是属于我们的有损 最后呢我们量化完以后 最后达到了一个可以进行霍夫曼 或者形成编码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在用无损的霍夫曼 或者是形成编码 对DCT系数 DC系数和AC系数 也就是我们的低频分量和中高频分量 进行分别的处理 最后达到我们压缩编码的效果 生成我们的这种JPEG的视频流 或者是我们的编码流 编码流 那么这就是我们JPEG编码压缩方法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